有些民眾或網路上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實際上在醫學上比較沒有相關的文獻 也沒有這樣子的一個學理的根據 所以東京的靜電來講倒是不用特別的擔心 但是可能有些人會覺得頭髮會相對比較毛躁 因為濕度跟溫度的改變的關係 所以不管是冬天或是夏天或是在換季的時候的掉髮 遇到有相關的問題的時候 可以做一些自己初步的一個檢查跟診斷 比如說像會不會發覺你的髮激線變高 或者是頭髮掉的特別多 如果一天掉的頭髮數量是只有落在五、六十根 這個還不用太擔心 但是如果已經超過這個數量 甚至會阻塞到你的水管 排水口的時候 這個方面就要特別注意 建議還是及早找專業的體育科醫師做一個診斷治療 趕快把頭髮跟頭皮的部分恢復健康 具體育 大 bends 插 سے